你最後選擇萱萱走這一輩子 一定是萱萱有什麼過人之處 或是讓你覺得 真的錯過這個女孩太可惜了 對 就是她 因為萱萱是真的連我媽都認證 因為很少 很少真的 因為第一個我已經以我的聰明才智 我已經很少會帶女生回去 跟我媽媽見面了 因為我媽就是 我問你喔 媽媽是那種 如果看不喜歡女朋友 她會直接表現 不會 我媽跟我姐不一樣 不會 我媽不會 我媽還是 就是會一直笑笑笑的 然後說好好好 然後只要 然後阿姨拜拜好拜拜 也馬上就會變回來說 這個不行 她露牙齦 她就這樣 她露牙齦 露牙齦 所以曾經有牙齦的 對 誰沒牙齦啊 不是 曾經 她就曾經有別的 這種 比如說 要不然就是說這個不行 我說又怎麼了 好啦 額頭太短 額頭太短也不行 我第一次跟媽媽一起吃飯的時候 然後媽媽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突然笑 我說阿姨怎麼了 她說 妳沒露牙齦 妳不會淫蕩 露牙齦是淫蕩 妳講真的 妳講假的啊 真的 真的 媽媽跟我說露牙齦是淫蕩 真的假的 媽媽怎麼都可愛啊 我媽很介意這個 沒有朝天比 不能露牙齦 沒有 真的 櫻勾比 下三白 把三角眼 牙齒往內砸 不能櫻勾比 不能下三白 媽媽 媽媽 那這樣 我們這個 現場我們三個女生 哪一個人的面相是不行的 你們三個面相都非常的好 她也說實話 她真的有學看面相 她有時候看到 詹惟中在講話 她就 這個不對 我也覺得 不行 這個不用她媽媽講 我們都覺得 而且我知道阿姨非常喜歡萱萱 因為 萱萱的被求婚是阿姨求的 蛤 對 為什麼 因為她 其實 他們兩個要結婚 我都不知道 是姐姐從美國打電話回來 問我說媽妳牙齒弄好沒有 妳要不要跟萱萱的爸爸媽媽吃吃飯 我說吃什麼飯 我牙齒痛啊 不吃飯 然後過兩天又打來 媽妳快點嘛 妳跟那個 女生的媽媽爸爸吃吃飯嘛 我說妳怎麼那麼著急啊 奇怪了 妳地不急妳急 她說妳趕快先吃飯嘛 吃了飯要不然來不及 我說來不及什麼 我突然想到 唉呦 真的還假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人跟我說她肚子搭了 我就說 喔 是不是要買戒指了嗎 她說對啦 趕快先吃飯啦 喔 了解了解 那我就很高興啊 我說萱萱 她說對啊趕快啊 我說喔趕快趕快 因為我最高興的事情就是 本來我那個老房子是為了要整修 是 我就叫我兒子搬出去 我說妳出去外面租房子 然後媽媽把房子整理好 妳再搬回來 好了那我 結果我就跟我同事啊同學我們在聊天 我說欸我兒子現在住在外面 我要來整房子 房子還沒整好 一個人已經變三個人了 哇 出人命了 我說她一個人出去 三個人回來 我說這個效率很高啊 效率很高 重點是 重點是那個時候我們是一起去 因為我媽就 她就開始很開心 她說我跟妳講那個板橋那邊 我說趕快去買鑽戒 有一家那個樓 我很熟 我很熟 我認識的 我們去我們去 沒問題 那家絕對沒問題 我們就去看看 好買了 真的買了 然後我就說 她還自己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 這件事情先買著萱萱 千萬不要讓她知道 千萬不要知道 我跟妳講女生最要緊就是 求婚那一剎那 妳把鑽戒拿出來那一剎那 她是最開心的 好 然後剛好那時候就是開車 然後我們兩個買好了鑽戒囉 然後就再萱萱 我們三個一起在車上 準備要去吃飯 開開開開開開 突然我就看我媽這樣